就在上周,美国总统最高医疗顾问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小组成员福奇博士 在电视直播中宣布新冠疫情大流行在美国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美国法院也裁定取消公共交通的全国性戴口罩规定 一时间,新冠疫情似乎彻底被全体美国人遗忘脑后 各个摩拳擦掌等待着后疫情时代首个夏季大狂欢的到来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五月后,美国的疫情似乎又有抬头之势 美国疾控中心健壮,大有想要再次搬出强制口罩令的举动 截止小编发稿时,全美共有81479439例新冠病例 994236人死亡 24小时内,新增81646例新病例 新增死亡人数266人 疾控中心CDC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已有2亿19778035人完成疫苗接种 接种比例占66.2% 其中77.6%的257747817人至少接种了1例新冠疫苗 以及45.8%的1亿0724751人接种了加强症 根据华盛顿邮报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分析发现 在今年1月和2月,有42%的新冠死亡病例来自于疫苗接种者 而在去年9月Delta变体占主导地位时 这一比例仅为23% 该报告显示,这些数据基于患者的感染日期 并仅限于已知疫苗接种状态的病例样本 而这些死亡病例主要来自于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 根据数据显示,在Omicron变体病例激增期间 死亡病例中近66%的人年龄在75岁以上 研究发现,Omicron变体及其越来越多的亚型变体 比早期的病毒更具传染性 死亡人数的增加也被认为与疫苗的效率减弱有关 所以高风险患者更加容易感染上新冠 数据还显示,未接种疫苗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风险 比接种疫苗者更高 鉴于近几日美国新冠疫情病例确诊数的增加 同时再考虑到一直居高不下的死亡率 本周二,美国卫生官员重申建议民众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上佩戴好口罩 当然,这些官员目前仅仅用的是建议一词 对于戴口罩并未像先前一样做出强制规定 要知道就在上个月,美国法院刚刚裁定 取消对公共交通的全国性戴口罩规定 但根据当前新冠病毒传播的趋势和预测 CDC建议,两岁以上的民众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在机场和火车站时应佩戴好口罩 同时,美国运输安全局也一直要求乘客和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此外,CDC还要求司法部对取消口罩的规定提出上诉 但司法部目前还未做出回应 由此可见,CDC对于全面放开 赤裸着面对仍未消亡的新冠病毒还是心有余悸 毕竟美国换来现如今疫情的逐步平稳 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除了以上面对全国性的建议与指引外 某些州对疫情的防控也再次加强 根据波士顿公共卫生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新冠病毒预防措施 在过去一周,波士顿的新冠确诊病例增加了28.7% 在过去的两周增加了21.7% 7日的日均阳性率已攀升至8.3% 自4月初至今,波士顿的阳性率一直未低于此前预设的5%的标准 这一标准也是波士顿决定是否取消室内口罩令的条件之一 另外,该地区新冠住院人数也在不断攀升 过去7天的住院率增加了58.7% 过去14天的住院率增加了118.6% 波士顿公共卫生委员会表示 根据疫情数据显示 未来几周的新冠病例可能会继续上升 卫生委员会强烈建议民众在室内场所佩戴口罩 包括公共交通和交通枢纽 以及政府大楼等室内场所 持续了将近两年半的新冠疫情 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重大挑战 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其中甚至还造成了美国超级大洲的人口负增长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报道 加州官员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 宣称该州人口在2021年再次下降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出生率和移民率的放缓 以及死亡人数和离开加州人数的增加 这其中死亡人数就来自于新冠疫情发展至今 已经导致数万人的死亡 且超过了因自然原因死亡的预期 人口统计学家将这一类别称为超额死亡 另外 由于美国的旅行限制和联邦政府的签证限制 也导致了国际移民人数急剧下降 据估计 加州目前有3900多万名居民 仍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远远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德赫萨斯州的2950万名居民 但该州人口在今年减少了11万7552人后 又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 小编知道自由成可贵 但生命更重要 大家欣喜于终于可以摘掉戴了两年多的口罩时 是否还会考虑到那些看不到的潜在感染风险呢 所以不妨让口罩再多戴一会儿 等疫情彻底失去余威 我们再拿掉这道最后的房间也不迟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